《新月》也就是這樣,主耶穌來了,經過死而復活。 那麼召喚就形成了,召喚出現了。那個召喚出現不到多久呢,這個召喚也開始墮落。 我剛才讀提摩太書,就是講到這個召喚開始墮落。公元60年左右,這個召喚又開始墮落了。 這個墮落就是從神的經倫出去了。 而且,我剛才講過了,主要是一些人把宗教的東西帶進來。 我要告訴你,真正破壞主的召喚,叫神的子民墮落,還不是所謂的罪惡,甚至還不是所謂的事件。 而是我告訴你,是人的宗教。 這個你恐怕不會這樣想。 我們想都是一些壞的,都是魔鬼啦,都是世界啦,都是肉體啦,都是罪惡。不是,乃是宗教。 叫教人墮落,教人這個信徒草出去,叫召喚,墮落。 好,我要來到我的點上。 那弟兄姊妹,新月的召喚,在保羅的時候,他把神的話就完成了。 那保羅的話,主要是什麼話呢?就是神聖的經倫。神完全的話,神的話可以完全,那個話完全,那個話的精粹是什麼?那個話的中心是什麼?那個話的內在的,那個內涵是什麼呢? 我告訴你,就是神那永遠的經倫,神聖的經倫。 那個完成了。那個完成了。 那個時候,我告訴你,這個開始的時候,因為有這份的知識,就是保羅的知識。那當然還有約翰,還有彼得。但是總的呢,還是保羅,他是四封書信。 他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最首先的一個指示,把神的經倫都講得非常的清楚。 今天,你沒有保羅那十四通的書信,你甚至有約翰,你甚至可以有雅各,你甚至可以有彼得。 你還對神的經倫,你還對神的經倫不會那麼清楚。 乃是保羅,十四通的書信,是27本新月書信的佔了一半,還多一點。 這是保羅的書信,把新月的經倫,神的新月的經倫講得完整,完全。 但是到了保羅還沒有過去以前,他過去幾年前以前, 各種的因素就來被仇敵所利用,就來吸引那些聖徒,把聖徒們就從經倫這個中心線上面,把他們拉出去,把他們抄出去。 保羅是為這個征戰。 保羅是為這個征戰。 為這個,為這個征戰。 如果你能夠多明天,讓我們來試試看。 還會有訓練的病人,測試看。 正確的靈好的正確。 現在我們在拜託這段,敘迷了。 小休戒,不及按下,如果你就有一個床,